年仅26岁的王一博 在娱乐圈已经走过了9年的演艺生涯 他的艺术成就和丰富的经历令人印象深刻 在这个关键时刻 他的工作室为他精心准备了一份生日礼物 一篇长文 在这份长信中 工作室提到了王一博今年的变化 过去一年来 王一博主演了三部不同的电影 分别饰演叶先生 雷宇和陈硕三个截然不同的角色 这些机会开启了他电影生涯的新篇章 工作室透露 王一博已经逐渐学会了放松自己 在忙碌的间隙 停下来欣赏和感受周围的世界 与不同的导演 不同的角色合作 让他通过众生的表象来把握世界的多面性 也让他的气场更加柔和 更加成熟 这篇长文的出现 让粉丝们非常感动 因为工作室表达了对王一博成长的关心和理解 粉丝们也在凌晨纷纷送上祝福 不到8小时点赞数突破百万 王一博生日上午8点5分 众多品牌纷纷表达祝福 这些祝福不仅停留在言语上 更需要实际行动来支撑 除了生日祝福之外 这些品牌还为王一博球迷准备了一系列福利 为他们带来新年快乐 而正是在热烈这部新作发布期间 王一博庆祝了自己的生日 该片取得巨大成功 上映一周内票房突破6亿 这是一部备受期待的电影 不仅因为王一博的参与 还因为它以街舞为载体 引起了巨大的关注和热情 虽然最初的走红 主要来自于王一博的吸引力 但电影的质量和观众的口碑 才是决定它未来表现的关键 在王一博生日之际 来自世界各地的雇主都为他预定了场地 为他送具更多的祝福和支持 为了回馈社会 粉丝团还免费包办公益专场 关爱一些特殊群体 这份礼物对于王一博来说意义非凡 回顾王一博从娱乐圈发展到现在 我们看到了他的成长 业力 成熟和稳定 他逐渐学会了放松自己 感受不同角色生活的多样性 工作室对他的关注以及粉丝的支持 也是他能够走得更远的原因 不过目前仍有悬念 此次热烈的票房表现能否达到预期值 还需要观众的支持 以及影片本身的质量 虽然看起来工作质量有保证 但最终的结果还要看观众的反馈和口碑 在王一博26岁生日那天 工作室为他精心准备了一份礼物 这篇长文让我们近距离了解他的成长和变化 他的粉丝以各种方式庆祝他的生日 他的新作品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不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还需要我们继续关注他的发展 期待他在演艺道路上有更多精彩的表现 王一博26岁生日快乐 我们期待您更加辉煌的未来